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他相信善 相信人性友善 是不是 你们正在完成这个国家的伟大 台湾虽小 心灵不小 在这里 一定要记得 我所谓的爱台湾是这个意思 我从来不会去恨大陆 我也不会去恨谁 把台湾做对 诸位就是 所以社工园 真的是生命中 是国家当中最美的风景 真的是这样 最美的风景 要记得 要记得 特别是社工园的表现 这不叫责任 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责任 哎哟 责任太沉重了 小孩也是责任 老公也是责任 老公也是责任 责任 责任太多了 这叫做善 善不是责任 善是一种真心的人性流入 不善才痛苦 善是最美的 这就是佛法的精髓 我讲了半天 其实还讲佛法 但我讲半天是佛法 你看没有半个佛制 对不对 佛陀相信的就是这个而已 佛陀的教育就在讲这个而已 所以他完全是佛法 这里完完全全没有半个句 是在佛法之外 但我有叫你们信佛吗 没有啊 我叫你们相信自己的善 所以呢 可以写个座右铭 这个是 这个社工园是国家善的前锋 展现国家善的前锋 可以真的这样写 可以骗一切台湾的所有社会局 里头的社工园都有资格领这个牌子 真的是这样 他不是责任哦 千万记得 也不是拿来做烤鸡用的 不是 是内在的庄严相 而诸位被选上了 被你自己的生命选上了 做这样的事 实在是 不容易 实在是贼偉大 我不是跟你 我没说的 不是啊 鬼啊鼓励你们 这才什么鼓励不鼓励 这没什么好鼓励的啊 这就本来可做的 了解吗 要需要鼓励就太low了啦 对懂道理 就不用我鼓励 你自然会往前 你自然会展现这个光辉 我做的是这个事而已 让道理 让诸位理解 就这样而已 了解吗 我不是来鼓励诸位的 你们不需要鼓励 你们需要被打开这个心窗 一打开来之后 海阔天空啊 也会怎么样 也会自我的成长 但技术面的成长 跟心灵面的成长 还是要继续的啦 我这样讲是打开了一个 一扇门 不然会锁在那 价值在哪里 比来比去 贪了没贪 比人家多 做做到买死 还说贴不贴得买死 还说命 还说要做到老干 贴得老干 我还说要做过日子 我才这么赔名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核心就是这个东西 诸位 我们是特别被选上的 特别被选上的 不是只有这里啦 任何一个台湾的社工处的同仁们 都有资格听事物这样子的话 真的都有资格 只是一死没被掀开 这样子价值生命意义而已 当然你会这样讲 我个人烦恼 怎么办 我也没有你说那么伟大 我也会自私 难道你说 说得好像我变成什么圣人一样 我这么伟大 我有吗 我不敢承担 我是个凡夫 不要讲那么多 也有会这样倒过来 那我要告诉你 你不需要是伟大 你也不需要你好像不贪不撑 没有自私 我没有要求他 从头都没有 我只要你相信 内心的内念善 内念愿意帮助人的善念 你一样自私 我不是讲完了你就不自私了 太简单 是不是这样 哪有修行这么简单的 但是发挥了内在的善 相信的内念善 你的自私自然会调整 自然会调整 自然会调整 不用我来要求 也不用你去要求你 这有经上有这么个例子 他说 自私就像杂草 长了一堆 看一个爱一个就自私 这样 但是呢 这一堆善就像大树 大树下面不会有杂草 大树的下面自然就没杂草 这是一个比喻 当然还有奈因草也不能算在内 这是一个比喻 比喻就是说 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把善显发了 那个内在的自私不断自断 听懂吗 他自然会断 因为善跟自私是不能相容的 所以不要去理会那么多杂草 种树吧 这叫文书所问经里头 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讲法 很棒的一个比喻 是这样 所以失误来教你们种大树 杂草呢 杂草大家都有 慢慢它会减少 了解意思吗 再来 那人生怎么样安顿 我也没那么伟大 失误你这样说的 我刚讲了 除了我刚讲的大树 跟小草这个比喻以外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还有点自私 我也有我的职业疲劳 那怎么办 这就是要总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行善的同时 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的自私跟恶 叔叔 不是要断恶修善吗 对啊 问题是 在成佛之前都有恶啊 你得学会什么 跟你的恶和平相处 这是一般人不谈的 这个是很密集的说法 这是很内涵的 很细微的说了 作为一个 一个社会行善为职制的 无论是我们的居士 还是政府的社工园 你是以行善作为职制 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这个道理 但怎么面对我们自己内在 仍然存在的自私 哇 这是那个那个 OK 没事没事 那么 这里头呢 我曾经写过一小篇 很短很短的文 我说 修行要先学会呢 与自己的恶和平相处 你要知道 家里有一条蛇 但不是一下就能抓出去的 但你等一下只要先学会什么 不要让他突然冒出来咬到你就好了 或者不要让他 黑暗暗的你打到 你踩到他 那他反咬你一口 那这样子 虽然暂时没抓到他 但好歹彼此相安无事 你不受他所限 反而你也会因此而更加谨慎 所以恶法善之师 哦 是先的老师 所以佛法里头讲 烦恼即是菩提 烦恼是饿吗 什么烦恼会从哪来 他就贪嗔吃来 犯他一来 是不是啊 你说很多学佛 他们不会 他们常听我这样讲 他们不会 有些佛弟子 超级洁癖 洁癖佛弟子 很多佛弟子超洁癖 洁癖到怎样 一讲起佛法来 哦哦哦 非天专地 好像他都 他就像圣人了 你懂吗 装的自己都没贪嗔吃 怎么可能 学佛只是告诉你 什么是贪嗔吃 以及怎么样慢慢减少贪嗔吃 所谓的佛弟子 不过就在做这件事 而不是说佛弟子听了佛法之后 突然间就没贪嗔吃 或者去装的 对全世界装着 我没有贪嗔吃 好好笑 才不是这样 了解吗 连佛弟子 连佛弟子都这样 我们今天做一位社工员 虽然我刚刚从正面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国家善的先 先锋 是善良心之所在 没有错 但我们终究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 不一样 我们是人 对不 下班就是老板一枚 老百姓一枚 老百姓遇到的事情 我们都一样遇到 我们又没有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自己 你已经开始有能力面对了 在我讲这个话之前 你差不多被工作压到快半死 因为工作还带回家 没办法 你心情会被带回家 今后你已经知道 心情已经没有所谓带回家 跟不带回家的事情 因为当下就解决 人一离开那刹那 东西就留在那里了 因为那是缘起的 我说过了 对不对 因缘他该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你不用替他再想好多 下次遇到了 再怎么样就怎么样 也不用为他的未来 再去担心受胖 该遇到怎么样 我已经把最好的给他了 会发生就是发生 也没关系 了解意思吗 这就是留在他那里 所以照说他不会带回来的 他不会带回来的 那么留在你身上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了 所以他就是你自己了 你自己的时候 我一定要教 我甚至要教你 怎么面对你自己 我有这样子一个社工员才完整 我如果老跟你讲社工员的工作事务 刚刚讲是属于工作事务 对不对 怎么面对怎么这样 但是我没告诉你怎么跟你自己相处 那还是缺一块 还是缺一块 你的生活会很割裂 你的态度也会很割裂 为什么 因为你光忙着去完成你的社工的工作 然后放假的时候也没放下来 然后都24小时365天 通通在做社工员 那这样即便是行善也是堪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终究还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 我们就是一枚老百姓而已 哪怕是总统退下来也是一枚老百姓 是不是这样子 美国总统回去还是送土豆 对不对 卡特啊 卡特回去不是送土豆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还是这样而已嘛 所以因此 我们不是高高山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我们终究是人间的人 要学会 行善的同时不代表着我们突然间变圣人 这也就形成了佛门里头 常常有的灶门 干嘛 有些佛弟子对待别人 都拿圣人标准看别人 我们的网路酸民也常常是这样 用很高的标准看别人 这种酸民文化 这种酸民文化呢 特别在华人社会很严重 为什么 因为华人社会讲一种虚幻性的道德 虚假的道德 你比如说皇帝有没有 古来的皇帝就是道德代表 他还可以封神 他还可以决定道德的样貌 所以位高权重 道德跟着就变突然间变高了 他就装的有道德 你没想到他三十七宫 七十二院三十六宫的这样 这么多女人整天晚上选东选西 他算什么有道德 但他就得要有道德 装的有道德 了不了解 在这种观念底下 华人社会里头特别的 有那种不能够面对自己的无道德 或者是面对自己的恶 或者自己的私心 这样子的一个虚伪现象 那么这个不会是解脱 也不会是一种佛法的自觉 佛法自觉是觉悟自己有过失 不掩藏 好好的面对 然后呢 知道跟他怎么和平相处 这个观念作为一个 你在行善的同时 你对你会有帮助的 怎么说 你想想看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的时候 那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会有点自私 这样子 自私是痛苦之本 为什么 因为自私分仁我 仁我就分得私 因为别人的有我就私 自私为什么分仁我 因为自私 自己为私 私心为自己 私心为自己 当然我的要得 别人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你面包只有一个而已 我先看我先拿 这就是自私 佛弟子呢 不是叫你立刻没自私 佛弟子告诉你 了之我在自私了 接着我自私可以少一点 第三更重要的 尽量帮助别人 让别人的需要 至少得到一个 我眼中看到的时候 不至于过意不去 你比如说这样 我已经家里有两个面包 第三个面包 其实我还是有机会拿到的 但是他 连一个半个面包都没有 好啦 这给他 不然我心也过不去 因为刚刚讲那天 善心起来了 所以我乐意 我自然 我不是被要求的 我也不是被恐吓的 你如果去自私 你现在下地狱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是你内在自然流露的 不忍之心 那是一种善念 那种善念 会愿意乐意的 好啦少拿一个半个面包 还是一个面包 随你 有时候有人只能舍半个面包 有人能舍到一个面包 好 给你啦 这样的观念 这种观念佛陀邀我们 就是说一个圣人 他要求我们 从极为自私 不知道有善的价值 先教你有善念起来 然后接着教你知道 什么叫做自私 接着再教你知道 减少自私 而不是一下断除自私 你不能做到 你做到也会反弹 因为你受不了 你懂意思吗 不可能把这些老婆供养出去 变成别人的老婆 不可能这样子 古人是把太太当作物品 你懂吗 古人是这样子的 把太太当物品 然后再交换来交换 不是交换 就是给去了 拿走了 那是事实上 今天来讲的少有真感情 只有那种人的拥有的权限 那种概念 不是用感情交换 那是古代 它的名风 跟意志是这样 现在当然不是 那这个时候不是的时候 你那个自我感的需要 你是对自己的亲友 自己的错德 是蛮伸张的 你要看到 佛法当中 并不会在这里头说 那你要完全没有自私 没办法做到这样 做一个志工员也好 或做佛弟子也好 你也不可能立刻完全没有自私 没有贪爱 那该怎么办 怎么办才是一个 继续再往前行善 来我们先建立一个基本观念 行善 并且知道善与恶 恶 刚开始是 共存 慢慢的增长善的时候 恶不断而自断 因此 佛弟子或者是诸位行善 愿意以行善为直至的人 一再的念之 一再的感知 什么才是善 什么是恶 让他敬畏 不要说分明 让他在你的内心里很清晰的 没有模糊的现前 现前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模糊的出来 你比如说这样 这件事情好像是对 你价值观判断错了 你那么的自私你还认为是对 那这就不对了 这样观念需要建立 那这个需要一点 我们讲佛法 那诸位如果你有在什么道德 或者是经典 或者其他的宗教的经典 也可以 一般宗教的经典 也会告诉你 他在不同宗教之下的善恶观念 那么佛法的善恶观念 有他的一个标准 他的标准是 不自私的就是善 为众生的就是善 为你自己的理论上说 都定义为恶 但他没办法立刻断 但你得知道那是恶 那你说我不为自己 我怎么活得下去 是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比例原则 比如说昨天我去 国防医学院也算是一个小演讲 午餐的约会 才讲45分而已 40分钟而已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跟他们午餐约会 他们边吃我边讲 我先去吃饱了 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时间蛮紧的 学生嘛 大学生 尤其是军人身份 时间很不容易 对 我在想年轻人想学 那很难得 所以我就答应了去 因为今天要来这里 时间上刚好可以连贯 这样 他们就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师傅 你说不杀生 可是植物必也是生吗 这是第二个 那我说对 按照你的标准的话 空气当中也有细菌 你也不要呼吸了 你懂意思吗 走路也会踩死蚂蚁 你也不要走路了 行善对凡夫来讲 只是一个比例原则 就是说 你可以不杀鸡 不杀猪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杀一颗小白菜 你不要搞成这样 太过了 第二话 猪 鸡 有自我感 对不对 你要杀他他会跑 你什么时候看过 拔一颗白菜 白菜拔腿跑的 他那个没有自我感 没有自我行为能力 跟自我警测能力 至于说什么去 什么用电磁波去 去检测他 把他拔断了 这电磁波会改变 那是他的一个生理的自然反应 那不是他的我值 所以我们讲不杀生是讲说 讲的是什么 叫有杀 有自我感情绪的那种生命 不是那种所谓的 所谓的没有自我感的植物 什么的 他看起来也在生长 你也可以说他叫生命 这种生命跟有自我感的生灵 是不一样的 我就这样跟他讲 但你也注意 一个小孩子还没学佛 他就已经把他犯道德感 概念就出现了 近乎把道德讲到好极致去 有没有 讲到说你不杀生 干脆菜也不要吃 他就把他讲到那里了 我们很容易的被 被导引成这样 当我们在谈善的时候 我们容不得我们自己 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有恶 结果我们容不得的同时 并不是因为这样 而我们没有恶 我们往往隐藏了恶 自以为我没有恶 常常佛弟子刚好相反 是要知道善跟恶 然后也面对自己有恶 并且接受自己是这样 然后接着说 这样其实不太好 我得想方法 慢慢让它减少 是这样 用比例的方式 慢慢的 这里多一分 那里少一分 这叫修行 作为一个社工人员 你在面对我们的个案也好 或面对我自己的人生也好 也应该要有这种警觉 也就是 其实善恶也应该要 你人生的标准 这个标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借用一下佛法的概念 那就是自私的本质 其实都是痛苦 跟掠夺为多 只要是相跟自私相应的想法做法态度 那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恶 然而我的能力 没办法完全不为自己着想 所以我只能在一定程度之下 减低这个比例 这就是我做一个社工员也好 或做一个我们在家居士也好 他尽量能做到的 他能做的 主要方面是把善更加的增加 努力的增加 我刚刚讲种那棵大树 那么对于恶是一个什么态度 看到他 那是恶 有点自私 有点受不了 有点扛不住 还要去自私 那叫做恶 这第一种 第二种 学着看别人的恶 然后用谅解的心 懂吗 我们常常是看别人的恶 不是谅解的心 是两种心 喝罵 喝赐 罵 要不呢 是什么 幸灾乐祸 你死了你 你死了你 你做这些恶 你我们照报 你照报 我要来眼睛给你看 搞成这样了 结果是变成什么 毫无什么呢 毫无谅解 也毫不对照自己 我们常常这样想 我常常跟人家讲这句话 我说不要骂陈水扁 不要骂马英九 不要骂蔡英文 等你做了总统 看你会不会做得比他更好 骂很简单 我没什么政党取向 我只是说 你坐那些人酸 你听到什么意思 要害谁就叫谁去选总统 你有一样他会做对的 一定有人骂 是不是这样子 不可能一个人行为是这样 都会大家爽快的 对不对 但是换成你去做 你能够做到 比他骂名还少 很难说 对不对 其实搞不好还不能 对不对 他敢继续坐在那里 被骂还继续撑下去 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如果我坐不下去 比如说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在你看待自己的恶的时候 必须冷静诚实看到 看到别人的恶的时候 要什么样 要谅解自塌患 往我走 要不要做笔得好 我哪里厉害 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 这个个案 一天到晚就想方设法 跟政府凹钱 我觉得这个人 你开始用道德判断他了 这个人很low 很邪 很奸 难怪你会继续这么累 然后你累跟着有让我累 我干嘛跟你累 你是很不高兴的去做那种事 去去面对他 你会很惨 但是你如果这样想 如果我是他 在我样样贫乏的情况之下 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当然能捞尽量捞 我想我也可能 虽然现在我清楚 这样好low 很自私 很没格 但当一个人没理解到这样 或者曾经 饿到三天 没得吃的时候 吓到了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了 人家说饥寒起道心 就来了 是不是啊 我是没经历过这样 所以我可以冷冷的这样说 你看看那家伙 小屁脸你看看 这么爱那个 这么爱怎样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他 当我们慢慢的往内观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我能够跟他差异的并不多 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的恐惧 跟可爱 饥渴的可 爱染的爱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生一只手 完全不理会别人去拿 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 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了解别人 越能接受别人 这个时候 请问你这样的社工员的内敛 跟内观 望出去的时候 人家会怎么看待你 你简直像菩萨了 你知道吗 你眼中已经没恶人了 你知道吗 他的恶就是我的恶 他会这样干 也等于我会这样干 我去呵斥看不起他 就是呵斥看不起我 因为在本质上 我的自私跟他一样存在 只是我不用用到那么极致而已 对吗 我不怕搖到这样子 所以我不用去 投到那个情形 要搖到这样子 他怕到了 他吓到了 逼得他是这样做 慢慢你会理解 所以为什么最后这一段 我应该要结束了 最后这一段我要讲到内观 就将心比心 将内在的恶看到的时候 投影到对方身上 你的谅解将油然而生 我常讲 我说台湾 我很爱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但我不会因为这样 呵斥对岸说 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 因为有对岸对岸的原因 这就是因为谅解了自己 也理解了别人的因缘 是不是这样了解意思吗 当一个社工员 刚开始讲你们内心的善 对不对 现在要感到 也要看到内心的自私 内心的恶相 这个时候我们就渐渐的知道 他的 他今天这个个案 我们说痛苦的人一定有罪恶的因 是啊 但那个罪恶因 不只在他身上有 在我身上也有 所以他那个罪恶因 已经不再是变成我焦虑的来源了 你知道吗 什么叫焦虑 你如果这样凹下去 你英文没法翻身 我英文就接你的电话接不完 我就很焦虑 你懂吗 我说很焦虑 你就知道 没什么好焦虑 他要改变他的习性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像改变我自己一样 也改变不了 所以我有缘只能够一再的理解 他发生恶的原因 然后我们去聆听 我们能给他多少的辅助回向帮忙 我们尽量而已 他的那个恶 有时候也不是一下子能改变 我内心的善给他就好了 因为那个恶我本质上也有 只是没有那么极端化 那么激烈而已 所以我也不要因为他身上的恶被我看到 而我产生不屑或者是焦虑 不用这样 只能够一而再的去感动他 去回向他 去帮忙他 只能够这样做而已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变是会怎样 你确实也会回归在 最终回归在理性感性并进的同时 去努力于帮助他 然后对于他当下的善与恶 你也真的清楚 清楚的同时 你也会善意的告知 舍恶行善 你比如跟他讲说 那个某某人 那个房间这么样乱了 你小孩子读书也读不好 读不好 结果他读不好 就会变成他也会一样的 会继承贫困 贫困往下继承 你要让他翻转最好的方法 就是能够能读书 将来能够翻转贫苦 你要让他安心读书 家里要整理一下 你可以这样讲 但很可能他下次去还是照样 因为他习惯这样 因为他习惯这样 就会变成他 就会变成他 还挺有的 你就会变成他 但是你的人